第1名 第1名 嘿 第1名 來來來來 請來請來 請要去幾樓 剛好我們也是耶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炸魚 炸魚 你怎麼要吃什麼 那你剛剛好多 我還幫忙按電梯耶 你這樣還能擠過節 趕快就上去那邊 那不然這樣 我們來拍那個 大家都說演藝圈有潛規則 沒錯 我們就是有 懂得看前輩的臉色 懂得說話的藝術在職場上 就能夠有生存之道 今天我們請到了幾位 特別來賓來分享 他們到底是怎麼生存的呢 歡迎 好 今天我們有劇組來宣傳 炸魚是心情 耶 來完成你們的任務 好開心 介紹一下這部戲 這部戲呢就是 婉婷姐有演的 對 自己也可以加入一下 很像我的人 對我們也是一個職場劇 對 然後呢我們各自都有分工的角色 沒錯 那像邵薰在裡面就是 白目的角色 我在裡面就有點像是 剛進入這個社會的新鮮人 然後就會有很多的想法 因為我之前是電競選手 所以好像個人主義很強 就覺得自己能力很好 所以進到這職場裡面 就覺得很多事情 都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靠自己 但我覺得在職場生活當中 就一定會有不一樣的主管 也有同事 所以大家彼此模合之後 就會有更 更多火花 就在辦公室裡面發生 這樣 跟婉婷姐之間的互動也是這樣 那你覺得我戲演 我覺得 我覺得 美很重要 很美很重要 很重要啊 我現在是說我戲演得怎麼樣 婉婷姐又是用演技的感覺 對 Come on 人家在問什麼 她問你說 我演技怎麼樣 很美 有美的部分嗎 妳覺得很好 對 要代表說什麼意思 演技很美 就是很有魅力 所以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職場裡面 所以就只是美而已 很好 完了 所以金鐘就只有你們入圍 好 好喔 如果我再演一切就是一個 可有可無的存在 那我走好了 我錯了 我錯了 我的臉也錄影 不是 白 有沒有要拉我 什麼意思 你也不想快 你笑了 還好嗎 不是 對 你知道你自己的工作 還在做些什麼 妳剛剛看懂妳現在幹嘛 我還要自己這樣 螃蟹走走回來 我好尷尬喔 我 我也會 我 妳好 又來 又來 我到底是怎樣 你們是群人 真的是很 很不懂得生成天大 妳們 妳們 對啊 今天主題 你們真的 你們 你們演員偏白目耶 你們真的後背不行耶 所以他們演得很好啊 對面很好 我幫少勳說一下 我覺得婉婷姐的演技非常的好 有沒有 因為婉婷姐的角色大家到時候 看的時候就會知道 這個角色非常需要氣場 對 而且我問她說我演技怎麼樣 她說妳很漂亮 妳很漂亮 什麼意思 她 翻譚逸文就是一個 妳只是一個花開 對啊 有 有 婉婷姐我跟妳講 她還在這個角色裡 她這個角色就是白目 今天才知道少勳是怎麼看我 到底是她都沒有辯解喔 對啊 沒有辯解 沒有辯解 所以丫頭妳在戲裡面 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在裡面是演總監秘書 然後我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秘書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演這個 滿過癮的 然後我覺得這部戲很特別 是因為我們的導演 是Ken哥 然後因為Ken哥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所以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Ken哥在這裡面怎麼就是 發揮他的幽默感 因為我後來就是想想這部戲 感覺有十個Ken哥 一百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一個演員 幾乎都是看Ken哥演完一遍 然後 再跟著他那個感覺也 我就覺得好像有十個Ken哥在裡面 Ken哥很會教戲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希望演員可以照著她那個 TEMPO去演出 所以我們很多花絮其實是很精彩的 然後我只負責漂亮我自己 對 那一鴻 各位 跟妳講 婉婷姐在劇組沒有那麼嗆 好可怕喔 對啊 我們現在錄節目嘛 當然就要有一些 節目的效果 效果 然後剛才像子晴講的就是 這部導演是Ken哥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 屬於Ken哥的Ken式喜劇 Yeah 希望大家要支持我們的 插幼師C7 謝謝 那翔雪你今天來是 欸我今天來是 一個看戲的身分 看戲的身分 因為我覺得你們剛剛這段非常的好看 喔是喔 非常好看 所以我會很 又想 更想看這個 插 又是星期一 對不對 對 今天剛好又是星期一 對 那怎麼辦 那就是Happy day Yeah 我們大家來看戲 對不對 你最近是不是有接一個代言 今天滿久的 接一段時間了 接一段時間多久 我今年是第三年代言 我老婆是第一年 那你知道 Even All最早的代言人是誰嗎 Oh my God 我代言 我代言 又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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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冷靜 而且才三年 有人拉我了嗎 對 會有人拉我 是不是 太大爺 不是 沒有 我們性質 我們屬性不同 不一樣嗎 所以搶你代言的應該是 那個白家綺 家綺姐應該不是我 是齁 對 所以 你還幫我樹立 那個敵人這樣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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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一段 怎樣 就沒有真的 對 對 好對沒事 算了 演藝圈就是這個樣子嘛 長江後浪推前浪啊 你知道前浪就你知道 各自安好 去該去的地方 那小易 我很peace吧 對啊 我沒有搶任何人代言 因為我一個代言都沒了 我沒有 我也沒有戲喔 我也沒有要宣傳 純聊天 見老朋友 好不好 見老朋友 他今天就糗 他剛剛在那邊想睡 你知道嗎 沒有他今天就是負責 他才是真正來看戲的部分 對 你們跑很舒服 對 好啦 剛剛跟大家開個小玩笑 其實我們職場上面 就有很多的生存發展 你看 紹興被我刀了一個 都已經 在發抖 然後不知道怎麼接話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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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